小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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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把衣服清洗好了 等下我还要去把干净的鸡肉拔掉 不拔的话它能那么容易长大 小鸡肉 天天晒雨 搞得我的鸡肉全部都脏了 洗干净把它晒干 我们就要到干净地那边干 喝一碗喝一茶再过去 今天就带这个帽子了 因为干净叶子会锅到这个井 所以带这个帽子就可以挡住了 这样子很漂亮 还要整份搬了 这个是来的 这部菜是来的 大葱 可不可以带鸡肉 那我们的鸡肉 这块儿坏产了 所以我摘除了 不要串牙大别的 看起来这么大一颗 要到差不多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 就是在这里剥了 像这个长不了干净 就要拔掉 就给它抢粉肉吃 像这个干净不剥的话 它长得很慢 就把这个奶油给剥掉 这个是那种白色的干净 里面种的那个是黑干净 这个干净也可以拿去喂鱼 这个干净也可以拿去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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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些拿到油汤去喂油 我还要继续的上去剥 又把它全部剥好了 我再吸第一次的肥 之前种的时候吸过一期了 大家想了解九妹更多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的机器以关注